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他们生活的劳动的那么一个背景上 原来是作为一个背景的那种东西 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的 要去探究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 这里我想谈一下的是 韩绍公的和先有正义的 我们会注意到 就寻甘派的作品 它虽然说是1984年底 在杭州召开了一次会 那么那次会成为一个 认为是寻甘文学打出它的招牌 或者亮出他们一种整体的 群体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一次机遇 但是后来被推为寻甘派的那些作品的 很多都是在84年12月之前 就是说在正式亮出寻甘的旗帜之前的那些作品 也作为寻甘派 那么正像我们在80年代后期讨论先锋派一样 其实先锋派的历史 我们也可以往前追溯 也正如我们后来讨论新写石一样 新写石1991年打出旗号 但是后来很多作品发表在80年代中期 80年代后期的作品也被称之为新写石 所以打出旗号和这些作品本身 在这么一个流派和这么一种体系底下来理解 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正义的远春 这个1983年就发表了 当时也是被推为寻甘的代表作 那么远春的它是写什么呢 正义的大家知道还有老景 大家看过那个电影老景 老景就是张艺谋在里面演一个演员 是张艺谋和沈丹平还是谁 是沈丹平吗 在那个老景底下 它其实也是反映这样一个 对人的压抑性的一种表现 它最终的还是一个关于人性的那种 那种话语 在那个体系底下 那么这个远春呢 它实际上是写这个西北山村的一种风土人情 那么它在这里面写的是一个叫 杨万牛的农民 它拉了18年的鞭套 这个什么叫拉鞭套呢 就是在农春呢 这个有很多这个光棍汉 他们娶不起老婆 那么这样呢就被耽误了 被耽误了就到 人家就跟一旧相好的女的 但是相好的女的是别人的媳妇 但是呢别人的媳妇呢 他呢也不排斥她 就是那家也不排斥她 那么现在大家当然从现代生活来讲 大家很难理解这个 是吧 那么爱情都是自私的 都是非常非常这样一个绝对的 是吧 你像你们这个要是谁的女朋友 看另一个男同学一眼 是吧 这回去两个都要吵架 是吧 或者自己的男朋友 看另一个女同学一眼 这个今天晚上免不了 要大打一场 是吧 它是这个非常非常这种绝对的 但是生活在那种情境中 它非常的困难 是吧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个拉边套 拉边套的在这个小说中呢 当然那个男女主人公呢 他们都赋予了一种很温馨 很感伤 很美好的那种情感 是吧 但是呢 杨万牛呢 他始终呢 那种忍耐 他其实真的爱这个女的 但是这个女的 没有办法离开他原来的丈夫 是吧 而他跟杨万牛呢 又有非常深厚的那种感情 但是和那个男的 维持这种婚姻和家庭 所以那个男的 也不排斥这个杨万牛 大家觉得这个 非常难理解 但这个是非常真实 在农村 那么我的经验 我就亲身经历过两次 这样的情况 不是我 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 今天就麻烦 我今天就麻烦了 我去拉鞭套 那就麻烦 今天就不能在这里教书了 就是我最早的是 我跟我父母亲去下放的那个村庄 这个是真实的 就是原来的那个妇联主任 妇联主任 他其实能非常好 在当地也很有能力 就在当地就是属于 这个非常聪明伶俐的 年轻的时候 是那种小情一样的 那样的 那样的 女生 是吧 但是我下放到那里的时候 他 那个岁数应该已经都四十多岁了 都四十多岁了 确实他有丈夫 但是呢 还有一位男的 那么也在他们家吃饭 他们的孩子呢 喊他叫叔叔 喊他叫叔叔 但是呢 他的辈分挺高的 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姓 那一家人姓黄 那么这个男的姓梁 他的辈分很高 在村里边 他叫他公公 叫他公公 我们都叫他公公 其实他那时候也就四十岁左右 四十出头 他跟这个女的相好应该也有十几年了 也有十几年了 那么为什么 就是说他的丈夫呢 就出外做工 就像比如说五八年 六十年代出王那一下 有修路 农民工修路 到离开家乡修路 那么他在家里呢 这个田地的要人照顾 是吧 要人劳动 那么他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在他困难的时候 这不是陈虚而路 就是在他这个时候呢 他就到他家里帮忙 那么 这个女的呢 就跟他 他们就产生感情了 其实农民的感情 他很朴素 是吧 就是互相帮助 就是有困难 互相帮助 那么用我们的词来说 说得非常 那个高大 就相濡以沫 是吧 那么他后来他这边回来了 回来了 那么 这家园 他们还维持这种关系 对农村来说 这个非常 非常好 是吧 他家里多了一个劳力 劳动力 比如像他家里盖房子 他都去劳动 耕地啊 这个 各道子 他都是 他是一个劳力 劳力也很好 他身体 身强力壮 劳动力很好 那么 他显然就是跟杨万牛 这个拉鞭套 就是处于这种情况 就 我在那里 他已经十多年了 而且始终 但是现在的 在农村是这样 就是说 妇女呢 他都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在那些地方 他也依然是 妇女资源非常紧缺 那么 娶 娶老婆呢 变得非常的困难 他很多都要以同养戏的方式 为什么以同养戏的方式 就怕孩子大了 那个时候家境不好 他娶不到老婆 所以这个男的 他肯定也是当时家境 比较困难 那么 他就 没有娶到老婆 所以就耽误了时间了 在农村 男的到了30岁 没娶上老婆 那叫 打光棍了 女的基本上在 18岁以前 就是要找到主 没找到主 这个就是会出事的 这肯定是会出事的 是吧 他就变成 很容易变成老姑娘了 或者说很容易 这个 吃生了 那么在农村的 这个 在当地 确实 这种故事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复杂 我 可能一两句话 也给你们 很难把这些 问题给你们讲清楚 就说这种事 不是虚构的 不只是在西北有 在南方 到处都有 那么我后来在一个 在那个县城 其实在那之前呢 就是说 我小时候一直 不太理解 就是说 有一段时间 我们租一个人的房子住 就是文化大革命 期间呢 我们家被抄家了 就另外的 搬到一个人家里 去租他的房子住 那个家的房东的女的呢 他家里也有两个男的 也有两个男的 他这很有意思 他的男的呢 是正反的时候 就是镇压反革命的时候 被抓去劳改了 被抓去劳改了 他那个男的呢 那个男的呢 是武师啊 大家知道 就是开武馆 可能是过去 就是练武术的 那么 那么 那我说的也是属于反动 反动组织 就是他是这样 所以他教了很多的徒弟 那么他呢 个子并不大 但是力气呢 这个非常有力 我们就看见他 新做的鞋啊 他发功啊 发力啊 站在那里 那 要知道农村做的那个鞋啊 纳的那个鞋底 那个绳 是吧 那是非常非常牢固的 就是我亲眼看到他 就在 在那里发力 这个鞋 啪 就是从鞋底下 就散开来了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功力是 确确实实是 是非常 非常 非常真实 但是他 就是 镇压反革命 他就被这个 他是祖传的那种武师 就是家里就是那样 肯定家里也是地主啊 什么这种啊 开武馆的 他就去劳改了 劳改了 那么家里的 也要有男人照顾啊 是吧 那么这个女的呢 他又没有办法改嫁 他又是老丈夫 是劳改的 那谁敢要啊 但这个女的呢 确确实实也是那种 聪明伶俐 年轻的时候 肯定也是非常漂亮 是吧 那个时候 应该是 也是四十多岁了 我 我那个时候可能 我那个时候差不多十岁 也一直看不太明白 他们家里跑出两个了 那个他后来 嫁的那个男的呢 就是属于 非常老实芭蕉 那么 这个 就在家里 就是他非常老实 老实到无能和无用的地步 甚至近乎这样一个 就智力的都比较欠缺 反正就完全是 由这个女的支配了 就叫他 等于是他家的 就是他家的一个长工 就是这样的 大家理解吗 但是跟他也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他们家有两个孩子 大孩子是那个抓去劳改的 难得生的 小孩子呢 是这个难得生的 所以 他是这样一种格局 这个都一直 一直你看看 在文化大革命 以及他们这种关系 始终延续下去 那么在当时这个 后来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之后 他们都年岁都大了 都老了 就一辈子 他们就以这种格局来生活 包括我说的前面那个 农村的那个 他们也是一辈子 以这种格局来生活 所以在农村 这样一个婚姻和爱情的 这种绝对性 那么这个概念 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是吧 是成理人的概念 是吧 是受过教育人的概念 那么对于农民来说 这种生活 它是很朴素的 就是他有一个帮手 有一个劳动的帮手 那么他们能够相安共事 大家看一看 在那个桌上不是说他们是怎么晚上偷偷摸摸的潜入进去 不是 他吃饭是同一个桌吃饭的 大家理解吗 同一个桌吃饭 就是一日三餐 他们是同在一个桌上吃饭 就是说那两个男人和他们家的孩子 这个女人 他们是同在一张桌上吃饭 那当然肯定不能同在一张床上睡觉 这肯定不行 这是属于这个另外的回事了 但是你发现 就是说在一种公开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底下 它的背后 那更加复杂的感情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的他们那种 肯定在困难中 他们互相依靠 是吧 这个甚至是相如以沫的 那样一种度过生活困难的 那么一种过程 所以远春的当时写出这种境况的很让人震惊 是吧 写出了一种农民的那种 独特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 他们的心性 他们对生活的忍耐和承受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对农村生活有了解的话 觉得这个并不是什么大的虚构 并不是那么令人吃惊的一种故事 应该说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么正义的远春作为寻根小时候 他写出这种状态的时候 他其实是都去写出中国民族农民的那种性格和心理 他们的内在的那种困境 以及他们坚守坚论的那种意志 那么这种东西到底是民族的优秀的地方 还是丑陋的地方 其实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一种明确的一种答案 或者说没有做出一种明确的价值的取舍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对小说来说 当然不需要明确的价值取向 是吧 我们很难说哪一种选择是对的 哪一种是错的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寻根这么一个概念 以及了八十年代文学所具有的那种主体意向 就是我们要说作家本身没有一种立场和没有一种观念 没有一种意向 这是不可能的 特别在八十年代 你可以看到其实作家的那种立场和主体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在恒大程度上他本来是试图去批判杨万牛那种落后的愚昧的 忍耐的那样一种农民意识 是吧 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展示当中我们今天来看看 他其实是写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存的性状 是吧 生存的状态 那么这可以看到是 这可以看到是小说在不同的时期提供给了我们不同的一种 一种意识 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的 就是我依然希望和大家去讨论的 就是说 那么作为作家书写一种文学 书写一种作品 在多大程度上他的思想意识是明确的好 还是含混的好 这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是吧 比如说像这篇小说 它并不是寻根 它并不正义写这个小说并没有寻根的意想 但后来被命名为寻根了 然后大家从这当中去发掘出不同的东西 对历史作为不同的解释 当然我们任何时候我们的理论批评的话语 要对历史对文本作出解释的时候 都会有他所拥有的一套观念 是吧 一套术语 那么同时呢 会赋予一种价值的一种观念 但是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 对于这些文本来说 在80年代 正义本身也是有很强的主体意向的 那么是否有一种 没有主体意向的书写 是否有 当然大家立即会说 没有主体意向也等于是一种主体意向 是吧 你说他在这里不富于价值观念 也不肯定洋外牛的拉鞭套 也不否定他的拉鞭套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留给大家思考的 那么韩少宫的《八八八》 那么是八五年被看成是寻根的代表作 其实呢 八五年发表出来也应该可以看到 也未必是在寻根观念的直接的 这样一个推动底下来做出来的 那么我们应该说 这部作品它是最靠近寻根的含义了 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一篇小说呢 在这个韩少宫的作品当中呢 似乎突然间 有一种更加强大的文化意向 奔发出来 那么这篇小说呢 你可以看到它写的是一个非常蒙昧的 落后的村庄的故事 这里远离现代文明贫穷 野芒 懦弱 无知 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价值观 不过是这个愚昧集体中的一个被动的角色 所以在这里呢 宗族的权力非常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